志工们手脚俐落地将新送来的衣服一衣折好 并分门别类整齐叠好放进柜子 等待有缘人与他们相会 这里是桃园巴德区名人社区发展协会的爱心衣物资源站 当年协会总干事于国中与女儿一同在电视上 看到有国外社区设立物资交流平台 便也引进社区获得热烈回响 让社区内的二手衣物能找到第二个家 每个人家里的都已经有这个女儿 准备要结婚的 他就有很多很多这种衣服 衣服都是很新 但是又舍不拿出来 所以后来拿出来之后 大家看到很不错的 我们就让他流通 所以我们就先做了一个改变式 让我们的志工跟居民喜欢的可以拿回去 然后觉得有需要的再拿过来 就越来越多之后 那我们就结合了政府的这个关怀计划 然后再把它整合完之后 送给了就近桃园地区的教育院 除了达到物竞其用 借由每周二下午的整理时间 志工们也能彼此交流着衣技巧 增进彼此感情 此外总干事也打算之后 结合社区的裁缝班 让里民们的爱心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因为有的人是真的很会整理衣服 那我们就会学习他的折法 怎么摆放这样子 对 就是大家互相讨论一下这样 未来会整合了那个 我们的裁缝班 再经过他们的巧手裁缝 变成很多很多漂亮的作品出来 迷人社区发展协会 未来也将陆续整合其他资源 提供物资交换的平台 让堪用的物资能有第二春 爱惜地球资源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桃园报导